大家好,我是小妍 今天用小米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您从来没有吃过的做法 做法简单,香脆好吃 可以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是200克的小米 加入清水先把小米洗一下 我们洗小米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搓 轻轻的像这样,这样洗掉小米外面的浮沉就行了 如果用力去搓,会把小米自身的很多的营养成分搓洗掉 把水倒掉,再加入干净的清水 清水的量是400克 把小米浸泡4个小时以上 只要把小米粒泡软就行了 这个小米已经泡了一上午 现在泡的差不多了,现在开始制作 把水和米都倒进绞肉机 盖上盖子,把小米打成米浆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把小米泡软 这样打的时候就很容易打碎 打好以后,把米浆倒进空盆里 加入两克的酵母粉 一克小苏打 用筷子搅拌均匀 至酵母粉融化 然后像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用筷子精心搅拌 一直搅拌着像这样比较粘稠的糊状 如果太稀的话,可以将里面再加入点面粉 一定要让面糊 用筷子可以撩起来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筷子取出来 盖上盖子进行发面 现在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发了满满的一盆 用筷子搅拌一下 排一下里面的大气泡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切好的葱花 用筷子上下搅拌均匀 可以用筷子轻松地加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烧油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可以有密集的小泡泡出现 这样油温就行了 可以用一个小勺子 上面沾上食用油 筷子和勺子两个合作 把面糊撩起来 一次性不要盛得太多 然后把面糊放入油锅里面 下入锅中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地 一次性不要放得太多 太多的话很容易粘连在一起 用筷子轻搅拌 上下进行翻面 炸至炸至像这样的金黄色 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炸一锅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 炸好以后先放进盘子里 全部都摘好以后 捏一下看看 非常的酥脆 而且非常的蓬松 这个比油条要简单好吃多了 既可以当零食 又可以当早餐 如果当早餐的话 面糊可以提前一晚上放在冰箱冷藏方面 第二天早上直接拿起来就可以炸 这样非常的省事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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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